提到就是说有些函数 如果你实在是没用过 比如说你会用Vlook函数 但是你不能只有用一招 就可以闯天下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 Match跟Index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比如说MatchIndex做出来像这样子 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它跟Luke很像 只差别就是说 以后呢 Match部分 它可以不一定查第一栏 你要查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通通没有关系 然后呢但是它必须要配合Index 才能抓到你现在的位置 你要抓的就是资料从哪里 所以通常 要使用Match跟Index 其实非常难 非常不好用 可是我教各个诀窍 你可以分两阶段做 你不要一阶段做 就是说你先做完Match之后 再把Match剪下来 贴到Index 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一次做 像这个公式 光看到你就分头了 这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我是分两阶段做的 不是一阶段哦 那什么两阶段 首先我们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你先用Match 记得先Match 再Index OK那Match怎么用 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简式参照 里面的话M开头 Match这边 那刚好同学问到说 你不会用怎么办 底下都有相关的简易说明 或者是左下角有个函数说明 点下去 这个边就有答案了 但是我讲过 这里面不是从头到尾 看 你就略看就好 你看懂就看 看不懂的话 看关键 最重要是什么 语法 里面的那个 哪一个参数要做什么东西 包含会有一个 逗点第二个 逗点第三个 lookup value 这个看懂 这个跟 lookup函数意义是一样 lookup array 这个跟 lookup函数比较像 不是V-Rod V-Rod是整个范围 那lookup是一整个 那个 一整个蓝而已 不是其他蓝 那Match type是0或1 不过它多一个负1 0的话是完全一模一样 1的话好像是什么 大于的样子还是什么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还有个负1 所以一般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看 我印象中好像 1的话是大于 负1的话是小于 0的话是完全 完全一样 这里的话 底下如果你完全看不懂 没关系 一般可以看范例 范例的话 它这边有说明 比如说从 41 41是指的是这个 有没有 去找什么 找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找41 它会回来一个什么结果 告诉你第几个 回来就第四个 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41在第几个 位置 也就是Match 回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位置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如果用在这边的话 Match按确定 查什么 查004 那要查哪一个 array 记得按F3 记得是查什么 查编号 因为004 是在这个编号的 哪一个位置 OK 好 所以004 在编号的这个范围里面 排第几个 排第四个 那比对模式的话 输入0好了 就完全一样 好 按确定 找到了 它的位置 就是在哪里呢 在那个lookup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第四个 OK 特别注意跟